去到英國有沒有供返的? 有什麼職業要人? 人工大概有多少? 看下去今集逐樣講你知 Hello 我是Fanny 歡迎收看你又你講 移民英國很多人最難踏出的一步 就是因為怕過去沒有供返 沒有工作做沒有收入 不知怎算好 今集我們會和大家分享 英國十大多空缺的職業 還會和大家講一下 Skill Worker Visa的事 看片之前幫我們做三件事 給個like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按個鐘仔 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video 人生路不屬 才有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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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的生意是否好來的? 打算去英國住 最大的障礙應該就是怕武功開 經常都聽人說 外國找工作很難 特別是我們華人過到去 英文又不是那麼好 怎夠人爭 事實又是否真的那麼殘酷 當然每個人想做的工作 或者期望的待遇都不同 但如果你想做的話 英國又似乎不是想像中 那麼難找工作 根據英國招聘機構REC 最新的數據顯示 全英國現時有超過190萬個活躍的招聘廣告 即是說最少都有190萬個空缺 是要人上班的 當中某些類型的工作 是有顯著的增長 證明那個行業的人手是非常之短缺 例如是sales 廚師 清潔 五金的工作等等 就這樣看下去 工作的空缺和類型都不少 只要肯放下身段 要找到工作都不是真的那麼難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一下 英國現時十大最多空缺的職業 看看有沒有適合自己的 籌備定也好 數據同樣都是來自REC 而我亦會用人力資源公司REIT的網站 幫大家看十大職業平均薪薪大約是多少 立即和大家數一下榜 第一位空缺超過10萬 經常看新聞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都很缺人的行業 就是HGV Drivers 即是重型貨車司機 我們香港有句話說 小時候不讀書大過做運輸 但現在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因為做運輸真的隨時好找過我和你 因為根據REIT的網站顯示 英國重型貨車司機 平均年薪可以到33000多英鎊 這樣都未算 早前就有報導說 由於司機實在太過短缺 大型的連鎖超級市場REITROS 就出到年薪53000去請人 計算每個月都有47000多港幣的人工 報導還說 這個人工已經是高過當地的律師 建築師和中學教師 原來在英國做運輸 真是好找過剛才三個職業 當然重型貨車司機都需要大量的經驗 還要有特定的牌照才可以做到 加上工作時間長 經常都要屈起車內 長途拔洩地運貨 真是辛苦的錢 第二位 空缺都有8萬個 就是四圍都缺人的護志 由於COVID-19的關係 全世界的醫護需求都急升 護士這個行業也變得非常吃香 英國護士的年薪平均都有4萬英鎊 除花開月薪大概是36000港幣左右 如果有護士專業資格的朋友仔 去到外國就不怕沒有公開 第三位 空缺超過6萬8千個 Programmers和Software Developers 總統一點說 都是IT相關的工作 亦都是全世界都大熱的工種 就算是近期 香港都有很多人說 IT行業人才非常短缺 加上IT的工作 可以說是世界通用的技術和語言 各位Programmers或Software Developers 又有沒有興趣去外國發展呢? 現時在英國Software Developers的平均年薪 去到4萬6千英鎊 即是說月薪大概是4萬1千港幣 絕對可以說是中產一族 第四位 空缺達到4萬9千多個 就是護理人員 跟護士的情況都很相似 現在不少老人院、療養院 都需要看護去幫忙照顧病人或老人家 富裕少少的人 就會在家請私家看護 未必需要護士的專業資格 入行門檻也比較低 但平均年薪都有2萬6千多英鎊 即是說港幣2萬3千多元的月薪 都算是不錯的收入 第五位 超過3萬個空缺 就是小學和Nursery的教職員 教育工作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入行 必需要有合資格的證書才可以做到 就算是香港的老師 去到英國都要重新入讀特定的課程 通過QTS的考核 才可以在英國成為老師 一般來說 小學和Nursery的老師 平均年薪大概是3萬6千多英鎊 即是每個月都有接近港幣3萬3千元的月薪 第六位 接近3萬個空缺就是廚師 不少香港人考慮移民英國 都有想過自己去搞小生意 例如開餐廳之類 但原來英國連廚師都很缺人 如果是做開飲食業的朋友仔 帶著香港的廚藝過去 或者都可以找到份工 廚師在英國的年薪大概是3萬3千英鎊 計算港幣月薪都有2萬9千多元 第七位 超過2萬6千個空缺 就是銷售及零售助理 即是我們平時零售業的Sales 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經常都說現在是零售的寒冬 不過疫情有所緩和 英國的經濟也慢慢復甦 所以零售業的空缺也越來越多 一般在英國普通的Sales 年薪大概是2萬2千英鎊 計算月薪 港幣大概是1萬9千多元 但勝在入行的門檻不高 亦都是不少人初到季境想找工的好選擇 第八位 超過2萬4千多個空缺 就是清潔工及家庭用工 雖然感覺是辛苦些工作 不過如果肯放低身段 清潔工的收入一點都不失禮 英國清潔工的平均年薪 達到2萬5千多英鎊 用港幣來計算 月薪都有2萬2千多元 真是非常不錯 第九位 差不多有2萬個空缺 就是金屬工作生產行業及收理工 亦都是屬於藍嶺的工作 而且都需要一定的職業技能才可以做到 如果以平均年薪來講 一般金屬生產行業 大概有2萬5千多英鎊的收入 即是說 計算月薪都有港幣2萬3千多一個月 如果收理工 待遇就再好些 年薪有3萬3千多元 計算港幣都有3萬元一個月 第十位 就是最後一個職業 空缺都有6千多個 就是木工 當然這份工 都需要很專業的技能才做到 真真正正是一門手藝 所以在英國的待遇都很好 年薪可以去到3萬6千多英鎊 即是說 計算港幣都有3萬2千多元月薪 職業無分貴賤 最緊要都是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 做得開心之餘 又可以支援自己及家人的生活 就算很多香港人去到英國 做不回自己的行 看以上十大空缺職業 或者都可以為去外地轉行做足準備 經常都說 外國的藍嶺還吃香過白嶺 人工更好一點 不過始終 藍嶺和白嶺都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很難直接去比較 但數據顯示 英國的藍嶺工人 平均年薪就有2萬3千多元英鎊 算港幣都超過2萬1千元月薪 都算是穩定收入 最後跟大家介紹多一件事 就是Skilled Worker Visa 技術工作簽證 現在想移民英國 大部份人都是靠BNO過去 不過對於沒有BNO的人 這個Visa就或者幫到你了 申請資格都算簡單 只要你是在英國獲得認可的公司 請你做指定的技術工作 年薪亦都不低於2萬5千6百英鎊 以及滿足基本的英文能力要求 你就可以申請這個簽證 每次簽證最長可以是5年 而住滿5年之後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如果你沒有BNO 這個都算是一個移民英國 比較快捷和便宜的選擇 至於所謂的技術工作 其實都包括IT、護士、engineering等等的職業 詳細的情況就可以上英國政府官網了解更多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們移民英國又會想做甚麼工作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Fanny 會繼續跟大家介紹英國不同的生活資訊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集再見 拜拜